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中所看到的趋势 我要从三个事件谈起 分别发生在台湾 美国和中国大陆 包括鸿海退出面板厂群创董事会 博通创下晶片业史上最大并购案 以610亿美元收购云端运算业者VMware 以及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商联想集团 发布去年财报 尽力创下历史新高 这三则新闻都是过去两周发生的 请听我为您做的解析 首先我们来看鸿海 最近其所投资的面板大厂群创 将于6月召开董事会 进行董事会改组 令人讶异的是 大股东鸿海集团 并未列入董事候选名单中 代表鸿海将全面退出群创 这代表什么意义 难道是鸿海不看好这个产业 面板20年前 曾经是台湾政府在阿扁时代 所扶持的两兆双星产业之一 一度在产业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鸿海是最晚进入产业的大型业者 晚于友达奇美光电广达 但凭借着集团雄厚的产业实力 后来将对手奇美光电整合 一跃成为台湾第二 仅次于友达 面板在鸿海集团 曾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郭董当年并购日本夏普时 还以个人名义 投资其时代面板厂 借工厂 当时鸿海非常看好 眼球经济 因为不管是手机和笔电 都有荧幕 也就是鸿海所说的屏 鸿海认为这是未来世界 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之一 不管做什么产业 一定要走在世界前面 才有钱赚 半导体晶圆代工 就是例子 台积电排名世界第一 市占率超过50% 利润率也超过50% 半导体和面板 都是资本密集产业 需要很多钱 投资机器设备 但彼此命运却完全不同 台积电赚翻 然而面板双雄 友达和群创却苦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世界第一 连前三名都不是 在TFT LCD的领域 第一名是大陆京东方 第二名是由手机大厂 TCL所投资的 深圳华星光电 而在OLED面板领域 则由LG Display 独霸天下 科技产业 有一个无情特性 就是赢家通吃 前两名业者 可能占一半以上市占率 甚至更高 后面业者 当然分不到什么好处 只能供立即市场 这正是友达和群创 今天的处境 更糟的是 面板产业 前景并不看好 根据媒体报道 业内人士的看法 今年面板价格多次调降 群创在第二季 甚至可能陷入亏损 就连三星都宣布 今年底以前 全面退出LCD 专注在OLED面板生产 LG Display 第一季获利 衰退93% 股价也仅剩 高峰时期的三成 鸿海 未来新策略 是由现任董事长 刘洋伟所提出 他于2019年接任 他所喊出的新策略 叫做3加3 包括三大主轴产业 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另外搭配 三大核心技术 AI 半导体 新世代通讯 现在电动车 已成为鸿海核心策略 除了打造MIH 电动车联盟 吸引全球 2000多家电动车 相关业者加入之外 也广泛在世界各地 和各国业者 合资 及策略联盟 最新动作 是在美国 俄亥俄州 买下电动车业者 Lost Town的组装厂 耗资2.3亿美元 这个厂 有60多年的历史 以前是通用汽车的工厂 充分说明 鸿海布局 电动车的企图性 至于在半导体领域 最近 鸿海前进东南亚 和马来西亚 合作伙伴D-NEX 在当地 合资新建 月产能 4万片的 12寸晶圆厂 锁定 28和40奈米 成熟制成 业界估计 建厂金额 可能高达 千亿元 也就是 30亿美元以上 这并不是一个 小型投资案 以亚洲投资 规模来说 仅次于台积电 在日本熊本厂的 5.5万片 比晶圆二哥 联电 在新加坡的 扩产规模 还要大 显示 鸿海 抢供半导体的 宏大野心 那D-NEX 又是谁呢 它是马来西亚 一家上市公司 以电子业为主 旗下 还有能源部门 先前 它和一家 中资合作 竞标 取得马来西亚 另一家 八寸晶圆厂 Seotera的控制权 鸿海 去年透过此公司 取得D-NEX 约5%的股权 双方结合 形成策略联盟伙伴 因而有这次 新晶圆厂的投资 台湾 谈到半导体产业 以台积电为代表 至于电子代工 则是鸿海 虽然营收很大 但利润率很低 过去只有3到4% 红海很明显 在重新定义自己 未来关键字是 电动车和半导体 以往投资人 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个转型 但现在透过 最近一连串投资案 红海在新领域 已布局有成 第二则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新闻 是美国IC设计大厂 博通 Brockham 以610亿美元 并购VMware的新闻 这则新闻 有几个意义 第一 是金额相当大 创晶片业 并购记录 第二 是代表科技公司 成功转型的典范 这也是我今天podcast的主题 第三 是背后的厂家都超有来头 包括博通 VMware的拥有者 戴尔电脑 以及VMware的过去拥有者 EMC在内 在科技产业 都是极为响亮的名字 我们先来看博通 Brockham 这是一家IC设计公司 产品为有线和无线通讯半导体 总部设在美国 现任CEO 是出生自马来西亚的美籍华人 陈福阳 所以你说马来西亚人厉不厉害 也难怪 红海要去马来西亚 设立晶圆厂 台湾人只懂技术 但马来西亚人既懂技术 又会玩资本 而陈福阳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博通创立于1991年 2016年 被美国另一家IC设计公司 安华高 Avago收购 而Avago也大有来头 先前是电脑大厂 惠普 HP的半导体事业部门 后来分割出去 博通和Avago合并以后 由于博通招牌比较有名 所以后来公司改名博通 但博通真的变得有名 是其在2017年11月 以1300亿美元代价 发动半导体史上 也是科技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案 计划收购另外一家更有名的公司 高通 Qualcomm 高通是无线通讯电信标准的制定者 在台湾也有相当庞大的团队 这个案子当年差点谈成 最后功败垂成 被新上任的川普总统 以行政命令否决 坦白说 川普的出发点 虽然是基于意识形态 但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来说 是正确的决定 由于中国崛起 对美国形成威胁 高通 当时找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CIFS调查博通并购案 同时暗示 未来技术若处理不当 有可能流落到中国手中 川普上任后 和中国进行贸易大战 核心其实是科技战 而中国华为 当时不可一世 乘风破浪 囊括全球大部分5G市场 而高通正拥有5G相关的IP和技术 川普一看不得了 假如高通被博通并购 异议就如同台积电 被外国公司买走 因为当时博通采取双总部制 另一个总部 由于CEO陈浮阳背景的关系 设立在新加坡 川普认为这对美国科技竞争力 将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 因此以国家安全为由 停止了这起 具高度争议的并购案 讲完了博通的辉煌声势 我们再来看VMware 假如你不知道他是谁 让我告诉你 英特尔现任CEO 基辛格 Pak Gelsinger 就是VMware的前任CEO 曾经做了8年 把这家公司带到高峰 去年被英特尔 请回来当CEO VMware的母公司又是谁 他是另一家美国著名的企业基础架构提供商 叫做EMC 旗下的业务 包括虚拟化平台龙头 VMware 资料分析平台 融合式架构平台 云端解决方案供应商 以及资安部门等 听起来是否很技术 是的 其实我也不太懂 但这些技术 却是当今数位转型潮流中最重要的关键元素 新冠疫情使得全球企业加速数位转型 而EMC正好提供了所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因此热门得不得了 博通这次看准趋势 把VMware买了下来 那你可能会问 VMware的股东为何要卖呢 因为VMware的母公司EMC 被另外一家个人电脑大厂戴尔电脑 在2015年花了670亿美元 以杠杆并购LBO的方式买下来 当时VMware已经是一家独立上市公司 后来也都继续保持独立经营 维持上市公司的地位 而戴尔买下EMC 虽然对其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但同时也背负了很多债务 这次戴尔电脑 只是把他所并购的EMC 其中一个子公司VMware卖出来 仍然拥有许多EMC的资产和技术 拉回到这集的主题 科技公司转型的重要性 戴尔当年买下EMC就是一大转型 戴尔只是第三第四名的个人电脑公司 落后于联想、惠普 简单来说 在PC产业的地位和Acer、Asus差不多 但他七年前却大胆并购EMC 造就今日成功的关键 个人电脑 顾名思义就是个人 和企业关联性不大 虽然卖给企业 但也只不过是一座单独的设备而已 然而云端运算潮流兴起以后 关键不再是你桌上那台电脑 而是整个背后的运算系统架构 这就是云计算平台 而EMC掌握了大部分运算系统技术 这也是为何戴尔能提供给客户 完整解决方案的原因 台湾的笔电双雄中 广达抓住了这个趋势 早在七八年前就大幅往云计算领域布局 而其竞争对手任保 仍然局限于笔电代工 因此双方近年差距逐渐拉开 另外一个启发是博通对Vinware的并购 这也代表一种转型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比喻 就好像联发科去并购一家工业电脑大厂 如延华或油通 请问IC设计公司 为什么要跨足硬体的领域 因为在未来科技趋势潮流下 软硬体会相互融合 我们看到像苹果、阿里 大陆手机厂OPPO 大陆电动车制造商仪器 近期都纷纷跨入晶片领域 推出自家设计的晶片 而不是购买第三方 如联发科或高通的产品 就可以了解未来趋势在哪里 第三则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新闻 是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厂 联想集团上周发布去年财报 净利润20.3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年增72% 这则新闻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没有注意到 除非你是从事电脑相关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联想是一家中国大陆企业 台湾人一向认为中国硬体制造 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算做得很好 也不会有兴趣去了解 近几年 由于两岸竞争 台湾更将对岸业者 视为潜在竞争对手 但我要提醒各位 特别注意这则新闻背后的意涵 和先前戴尔电脑及VMware 有类似的可比性 我们先来看联想这家公司 它的创办人叫做柳传志 是中国电脑之父 而联想是一家从中国科学院 分拆出来的公司 就如同联电 是从工研院分拆出来一样 上个世纪80年代 联想就在研究电脑 但技术实力远不如台湾 柳传志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科技创业家 和企业家 他的地位就如同宏基创办人 施振荣先生或苹果创办人 贾伯斯 联想集团现任董事长叫杨元庆 是柳传志的大弟子 我20多年前在拉斯维加斯电脑展 曾和他见过面 柳传志的女儿也很有名 叫柳青 哈佛商学院NBA 曾经在高盛工作过 现在是最近在美国私有化 大陆最大租车公司 滴滴的CEO 联想的英文名字 以前叫Legend 后来请公关公司 改名Lenovo 但是在2000年初期 它还是一家不怎么起眼的个人电脑公司 落在宏基和华硕后面 后来联想的转捩点 是在2005年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门 IBM当时决定专注在附加价值更高的业务上 但联想买了IBM以后 严重水土不服 不懂得国际经营管理 外籍人才纷纷离去 联想又变回一家以中国管理为主的跨国科技公司 绩效一直没有起色 在阿里、腾讯 这些中国互联网平台公司崛起之前 联想曾经是中国科技的代名词 号称中国科技之光 只是并不怎么赚钱 联想和台湾也有一段共同经历 2011年台湾红基将原有CEO 意大利籍的蓝旗解职 因为蓝旗太着重短期KPI和个人效益 和红基王道文化格格不入 没有想到蓝旗后来投效联想 联想那时PC排名还落在红基后面 2015年蓝旗升为联想集团CEO 从此带领联想逐渐发展成为 全球个人电脑的霸主 超越惠普 去年蓝旗已高峰隐退 但蓝旗担任CEO的时候 联想的绩效其实也不算好 2014年 联想以巨资买下当时已分拆出去的 摩托罗拉手机部门摩托移动 超级失败 大陆现在前五大手机品牌中 有OPPO、小米等也不见摩托罗拉 过去几年联想业绩跌跌撞撞 一直不见起色 但为什么联想最近业绩翻身了呢? 答案和戴尔电脑一样 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 带动企业数位转型、加速发展 因此联想的智慧设备业务 基础设施业务和方案服务业务 获利大增 联想笔电市占率全球第一 最近中国和美国科技逐渐脱钩 中国卯足权力发展数字经济 加速企业在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 因此企业若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而不是仅卖一台电脑 业绩都会很好 联想就是大陆中央政策下最大的受贿者 这些业务过去不怎么赚钱 最近却大爆发 由此我们可知 科技整合是未来的大趋势 而不是只卖单一产品 能够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 不管是硬体、软体结合 晶片、硬体结合 硬体、云计算平台结合 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赢家 本周我和大家分享了三个科技转型的例子 包括台湾鸿海、美国戴尔电脑 以及中国大陆联想电脑 我们可以看出台湾过去引以为傲的水平分工模式 未来应该要有所改变 我们不能一直陷在护国神山的迷思中 每个企业都需要快速转型 积极拥抱未来 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 感谢收听奇缘野语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 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 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 与我分享您的心得 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 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智门、smartgate留言 或是私讯给我 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邀请大家一起收听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